這東西用你的家鄉話怎麼叫的呢 縮米嘛 你們不是這樣叫的嗎 不是全國統一的嗎 哦 廣西叫包宿 因為他有書 南寧叫玉米 聽過沒有呢 他家鄉包宿 聽過沒有包宿啊 江西老表把它叫包宣 包骨 沒聽過吧 在東北叫包米 咋啦 你不這樣叫 叫啥呀 我們福建人叫包裹 販賣 廣東人沒聽過吧 河南叫做玉叔叔 你們不是這樣叫 你們是怎麼叫的呀 山東人把它叫做棒槌子 就是這個棒那個槌子 還有 浙江將它叫做鹿谷 安徽將它叫做鹿姑 山西方言將它叫做玉交子 玉交子 山西南部還不得意 將它叫做魚桃夫 魚桃夫 都是上海人叫的比較容易理解的 叫做番大麥 或者是珍珠米 江蘇人將它叫做包裹 四川人將它叫做包包 包包 北京人叫的比較man一點 將它叫做棒子 棒子 棒子 同一樣東西在全國各地的叫法都不同 最賺鬼的是 竟然沒有一個地方的謊言將它叫做玉米 你說搞笑不搞笑 尤其在廣東這邊 如果將這條東西叫做玉米 一聽就知道不是廣東人 廣東這邊通常會將它叫做粟米 或者是包粟 叫得包粟的通常是客家那邊比較多 還聽過有人將它叫做粟蕩 一蕩粟米將它叫做粟蕩 你知不知它是哪裏人 粟米都有很多品種 有糯米粟 金包銀 甜粟 還有黑米粟 你有吃過嗎 肉米這兩個字 我想小學雞都會寫 不會寫錯 但是粟米的粟字 究竟是西加木 還是西加米呢 哦 這個是粟米嘛 這個是栗子嘛 不是呀 看上去這個栗子 這個是粟米 這個是粟米 這個是栗子 這個栗子 這個是粟米 啊 誰是粟字啊 粟米的粟字就是西字 下面有個米字 這個字普通話讀蘇 小白玉 粟米粟 跟酸酸酥酥 這個粟字是同音 動音而已 那這個東西不會粟的 是很香的嘛 北方人就將它叫做粟子 去皮之後就叫做小米 平時我們吃的小米粥就是用它來做的了 那粟字下方有個米能解釋呢 粟字的本義是指農作物的穀類紫實 又泛指糧食或者是穀物的意思 粟米這個東西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 起源于中国或者是东亚的古老作物 一直到唐代以前 粟米就成为了北方的主要粮食之一 在《管子治国》里面就有记载 《文善龙》则田横 田横则粟多 粟多则富国 这里的粟又不单单指粟米 是指粮食 就是说粮食多了 穀物多了 国家才富有 有比如说沧海一粟的粟 不是指粟米 是指大海里面的一粒穀 你可以试想一下 这么大的大海 只有一粒穀物 多么渺小 所以这句诚语是比喻不足度非常渺小的意思 不过当然 粟米已经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 尤其我们广西横圆 有中国甜粟米之乡的美青 是中国最早种植甜粟米的地区 不知道你觉不觉 广西的粟米是零色甜的 不过说到粟米 又令我想起在生活上 还有很多关于粟米很赞鬼的词汇 譬如说 那玉米粉你怎么叫的呢 粟米粉 那小米你是怎么叫的呢 九味粟 九味粟即是北方人说的谷子 因为成熟的时候那些水又多又密 好像一条九味一样 所以就叫做九味粟 在广东很少见 也不会用来做主食 通常是用来喂雀仔 所以喂雀仔的又叫做雀粟 有没有听过呢 那鸡爪谷又叫做什么粟呢 脚粟 那玉米片叫做粟什么呢 玉米片 那玉米羹又叫做粟什么呢 玉米羹 那和粟米的粟字生得好似的 就是西字下面有个木 这个字普通话读 里 里字 粤语讷律 律子 板律 口语法音读成律 律子 板律 再古老一点的发音就像我婆婆那样 读成辣 我婆婆律子你怎么叫的呢 要懒啊 要懒啊 这个律子是个会议词来的 古字形就像一棵结了果实的律子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怪树上面的律子 一个个有律的果实 里面包着很多粒果实 包着很多粒子 那这个就是律子树 所以这个律子的律子本来指一棵树的名字 也都叫做板律树 在两广地区就最多粒子 例如在广东 肖庆公开 清远阳山 梅州河园就最多粒子 还有 广西的桂林阳索 河池的东南苑也都有不少粒子 当地的粒子还是特产 又香又甜又粉 不过这个粒子除了是表示粒子之外 还有第二层意思是表示不法斗 怕到震腾腾 譬如说 战律 很多人将它写成战叔 不寒而淑 不寒而淑 很多人将它写成不寒而淑 是不是 不寒而淑的意思就是 它本来是不冬的 但是都觉得害怕到震 因为内心的恐惧 但是为什么这个粒子 会有害怕恐惧的意思呢 刚才都说了 律子在未成熟之前 外壳是有很多粒子 很多次的 一眼看过去是很多人害怕的 给人一种很恐惧的感觉 所以古人在做这个粒子的时候 就多加了恐惧的含义在里面 古人做字真的有意思了 所以粒还粒 粒还粒 两个字相差两点 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是农作物描结的果实 而另一个是树上面结的果实 结得多就得人惊 这个就是粒和粒的区别 学到东西的话 学到东西的话 视频就分个赞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玉米有个很盏规的叫法 俄男人会将玉米叫做 鱼什么呢 这两个字怎么读 普通话读 鱼鼠鼠 粤鼠 粤语 肉熟鼠 网络上经常将这个鼠鼠 排音成叔叔 肉熟鼠这个叫法 其实是学名的 一早就已经有 最早可以追索到 诗经小牙车壳里面的其中一句诗 这句诗就描述了 肉熟鼠的形态和位置 根据有关的文件记载 肉熟鼠最早在中国黄河流域 就已经出现了 至于肉熟鼠这个叫法 又怎样得来的呢 很复杂 真的很复杂 不过有研究发现 应该是从汉语方言演变而来 有些还叫做 老鼠 麻熟棒子 听个名字 还以为是老鼠 或者是哪只动物 还有一个很盏规的叫法 山西虎将玉米叫做 玉焦子 粤语毒 玉焦子 草花头下面有的焦 都是毒焦 可以有边毒边 这个焦字有的草花头 肯定是和植物有关 本义指草叶交错生长的植物 例如焦白或者竹笋等等 又或者可以指草叶交错偏迹而成的成所 关于粟米各地方言的叫法 暂时和大家分享着 你家乡又怎样叫这条粟米的呢? 留言留下座标 今期还有一条问题 粟米我说完了 到最后轮到你教我一会 这个东西用你的家乡话又怎样叫的呢? 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